由硬汉布鲁斯·威利斯和凯文迪卢 联合主演的动作枪战爽片低调上线 布鲁斯是名即将退休的神级特工 他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 突然一个男人推开了兼真式的大门 原来男人是明星入职的特工 他第一天上班就迟到让布鲁斯很是不熟 男人介绍自己叫贾斯汀 并对迟到的事情表达了歉意 可是布鲁斯却根本就不想听 着急出去喝酒泡巴的他 简单地和贾斯汀讲了一下 在这里当特工的具体准则 接着赶紧穿上衣服匆匆离去 随后小美便将他们所负责的案件响起 对贾斯汀详细地讲述了一点 他们现在所见真的目标 就是这个叫做埃迪的男人 他是明埃尔兰的军火商 但是后来却遭人暗算 无奈之下便逃亡到美国重操起了就业 而二号目标则暂时身份不明 只知道他叫朱尼尔 为了能够弄到更多 与他有军火交易的人的名单 他们便对埃迪进行了 360度无死角的实施监控 小美将一切事情都交代完后 一边让他放轻松一边告诉他盯紧监控 接着便也开启了下班模式 本以为这将会是平平无奇的一天 可没过多久 他就从监控中看到了 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画面 只见三个长腿美女走到了埃迪的面前 他们告诉埃迪说要出去逛街 但却被埃迪直接拒绝 将他们骂骂咧咧地就轰上了楼 而此时监控前的贾斯汀则看得津津有味 就不比那些肥皂剧好看多了 下一秒一个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直接把他吓了一跳 原来是保安闲来无事找他聊天 聊了一会儿后 贾斯汀突然尿急去了厕所 完全把不许离开间真实的特工准则抛制于脑后 果然不出意外的意外来了 就在他上厕所期间 埃迪房子外两辆月也急迟而来 无声无息地停在了房外 只见二十来个全副武装身份不明的蒙面人 快速冲了进去 而此时他的几个女友们全然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还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八卦 然而就在下一秒 蒙面人枪枪爆头两个女人当场就领了合法 听到枪声的哀迪 赶紧给二号人物朱尼尔打电话请求帮助 可这么关键的时刻却无人接听 上完厕所的贾斯汀听见窃听回放后立马慌了声 没想到上班第一天就摊上了大事 他看了看监控上的画面 发现两个女人已经死在了沙发上 另一个活口则用来要挟藏起来的埃迪 贾斯汀见状赶紧给布鲁斯打去电话说明了情况 没想到却遭来布鲁斯的一顿臭损 刚来第一天就惹祸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这让贾斯汀一个头两个大 他只好向小美求助 说明情况后小美告诉他现在就往回吧 并说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埃迪的幸福 因为埃迪手中的交易名单很重要 然而就在此时 那边的埃迪就遇到了危险 只见他与一个蒙面人缠斗在了一起 好在他的战斗力很强悍 几个大逼斗下去后 捡起地上的手枪就一枪锁毁 可是没一会儿 埃迪完全没注意到房外又来了一个蒙面人 贾斯汀看着监控画面急得要死 如果埃迪死了他就彻底搞砸了 他可不想刚上任第一天就下岗 情急之下他只好兵行显招 拨通了埃迪的电话 虽然埃迪的危险暂时解除 但贾斯汀的做法 也直接暴露了他们的整个奸真技巧 接下来孤立无缘的菜鸟特工该怎么办呢